新北市深坑區一間工廠20號發生活境 弥漫在空氣中濃濃臭味 因為風勢影響到台北市 台北市長蔣萬安取消既定行程 趕往位在文山區的木柵國校視察空污情況 並敦促教育局及環保局都要嚴加注意 第一時間我們在對外說明的時候 確實OK就對了 這個是我們特意的解釋 所以包括整個通報體檢視的機制 另一方面我會由部門來全面檢視 我們相關部門的檢測項目 相關標準 其實我保存了 我想才能符合現在的服務需求 我想這個部分我們會來通報警示 後持續監控和防備消除更新 而且不單只是在這部門 在國站區 甚至各個行政區 會有後持續監控 所以我們目前了解 我們可以在內部門整個的政策事 但是剛剛也跟校方同學來忽略 也要較為精心 所以在今天早上 持續監控一萬年忽略的學校 必須要做好安全的健康 消防業都做了一品 除以保護護照顧 通過外科程的建設 不論是個維持室內 窗戶 可以開 鑰匙範圍等等 從小我們會持續的來監控 可以做的調整 我們會通版檢視 所以一定會來從整個通報機制 緊急應變的作為 以及甚至我們對持續監控檢測的各個物質項目 還有相關的標準 甚至使用的方法 甚至可能相關的監測設備 我們都會做一個全面通財的堅持 這個是藉由這一次我們好好地解釋的 好 謝謝大家 那當然我也要謝謝許多在地里長 人離時間 也接到你動物 那里長們還有非常重要的角色 所以今天也謝謝里長們特別前來 我想他們也接受到第一時間的名義 所以剛剛先跟同學們了解 同學們昨天晚上的確他們就感受到 在文山區這一帶有濃烟有同氣的意味 那剛剛再次問說 那今天早上在上學裡 從早上以後他們就說 比較沒有比較少 但是我們還是提示上的學生 還是要特別多 所以這個不同的持續監控 發生火災當晚就有許多文山區民眾 感受到空氣有異味 里長們接獲不少民眾驚慌的訊息 以及電話 判以後有一套SOP 看在哪裡公告 好跟里民們解釋 大家也都擔心 農煙是否有毒害 剛剛傍晚的時候 我們就接到很多的訊息 每位里長都可以擔心 而且又很關心 我們甚至到昨天晚上一兩點鐘都還接到電話 那我們也希望說台北市政府這一邊 以後如果碰到類似這種情形 能夠透過媒體趕快在媒體這一邊 電視這一邊 做個跑馬燈 或者是做一個初步的說明 讓大家能夠安心 不然每位里長的電話我們都接不完 希望能夠加以改善 而且對我們里長這邊 真的是昨天晚上大家都很盡心盡益 不只是我們文山區 甚至飄到我公園那邊 聽說萬華那邊也是有 所以昨天這個煙霧 大家都在不知道的情形之下 有時候會有一些兒傳 那我希望說透過這一次 大家有一個經驗 像這把他當作一個類似防災的經驗 大家能夠以後 能夠好好地把它做好 昨天的狀況是從大概兩點多 接近三點 因為我辦公室在木造路四端 不然聽到消防車四五台消防車 急死而過 因為我們里長本身有個賴群組 有火災群組 所以我看一下還沒有通報 然後看我 因為我木造路不斷還是出於 我木造的 我們那個火加里長 就煙蟲不算在那邊冒起來 然後我就去找 因為群組上沒有公告嘛 我只能騎著機車跟著消防車去找 結果發現是深坑 然後我有在 那火災群組有通報深坑火災 只是後來市府一直沒有任何消息 說真的 昨天到半夜一兩點 因為我們國家在那邊靠山 整個路燈照下來是會蒙蒙的一片 然後裡面就會慌 所以說這個是不是像市長剛才講的 我們以後的一套SOP 看在哪裡公告 至少在里長群組上 我們知道能夠跟李明能解釋 至少在一個今天大家在比較談的焦點 是有沒有讀 當然我們一直有跟新北市的人來討論的系統 那當然目前掌握 他們雖然現在不是撲滅 但是還在避免困難的情形 還在做一些集中的討論 所以我們都會隨時了解 像新北市了解 就是先從源頭 他們在工廠裡面 對 對 而造成什麼樣子的濃煙 那這當中還有什麼樣子的 是不是是否有害的東西 這個我們都會持續跟新北市的關係 所以我們也會盡快的釐清事實 而且確定即刻的 趕快向所有市民同樣透過群組 包括除了官網 社群平台 新聞稿 還有各里長的群組 會隨時 即時的來跟大家說明 那會後等一下 消防局這邊可以再報告 我們跟新北這邊最新的掌握清楚 那之後 講完也回應早上六點多 即刻在臉書做了清楚的說明 今天也趕來學校了解他們的應變作為 以及提醒學校對孩子相關的課程的調整規劃 讓孩子自主戴上口罩 以及教室內整體的空氣流通等 具體行動關心 且他一定會特別要求局處 第一時間透過官網新聞稿 社群平台即刻對市民說明 記者汪郡台北報導 awwaa يا 貴公 那 那 男 感谢观看